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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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次又來分享極限接籃的心得 籃球主要可以分為五個位置 中鋒、大前鋒、小前鋒、控球後衛、得分後衛 這五個位置都有各自專精的項目 中鋒的移動速度慢、身型高彈 利用身材優勢可以在進鋸卡到更好的邊 比其他位置更容易搶到籃板 大前鋒的移動速度比中鋒快一點 身材高大、跳躍能力強 擁有更強的灌籃技術 小前鋒的移動速度非常快 雖然沒有高大的身材 但擁有不錯的跳躍力跟準度 在中距離投來有非常高的命中率 控球後衛 顧名思義擁有很強的控球能力 在傳球跟超捷的能力上更強 得分後衛的身材通常比較嬌小 不適合在中近距離跟對方碰撞 但在三分線外有非常高的命中率 而我覺得最適合新手的是小前鋒 從籃球場的位置分布來看 近區、中距離、三分線外 中距離的範圍是最大的 比賽過程中在中距離活動的時間也是最久的 而在中距離最有優勢的就是小前鋒 這也是我最推薦新手的第一個原因 從五個位置的角色屬性來比較 小前鋒的屬性是最為平均的 其中中投的數值非常高 中投是針對中距離的攻擊手段 在中距離不需要面對高大的中鋒、大前鋒 相對的得分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小前鋒的移動速度比較快 擁有各種突破技能 可以更有效地擺脫對手的防守 找到空檔出手 甚至小前鋒也可以後撤到三分線外 投三分球都是可以的 小前鋒的三分球能力也還可以 這也是我推薦新手的第二個原因 那來看一下小前鋒的能力值 我自己是先將中投點滿 讓原本就很準的中距離變得更穩定 就算沒有空檔出手也可以進球 那之後可以點耐力跟跑動 這兩個都強化了小前鋒的機動性 耐力是攸關於突破的連續使用 耐力越高可以使用越多次的突破 有更多次的機會將敵人晃倒 而跑動則是增加移動速度 可以更容易甩掉對手的防守 技能的配置我推薦選擇 突破變相、極速後撤、背後運球、後仰跳投、急停跳投、突破強化、側步跳 這樣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突破技能 不管是左右的水平突破 還是向後撤、拉開距離 都可以輕易地擺脫對手的防守 那因為我沒有很喜歡進去上籃 所以我沒有選擇拉桿上籃跟上籃強化 喜歡上籃的可以把後仰跳投跟後撤運球換掉 而激青跳投是小前鋒的招牌技能 在突破的過程中可以突然跳起來投爛 除了增加中投的命中率之外 還能讓敵人來不及火鍋 是小前鋒非常好用的技能 小前鋒的優點就是中距離很穩 各種帥氣又花俏的突破技能 將敵人晃倒或是擺脫之後出手得分 那突破輔助四套連招呢 配合上下左右的習慣方向 突破連招一我選擇變向後後撤拉開距離 連招二選變向之後 背後又突破再側跳拉開距離 連招三選變向之後 背後左突破再後撤拉開距離 那剛好上下左右配合突破的方向使用 所以相當的簡單不會搞錯方向 那遊戲的幾個位置我都有玩過了 覺得小前鋒是最適合新手的 小前鋒的能力很全面很平均 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特別弱的部分 中距離的穩定度也是遊戲最高的 可以穩定得分不輸物 而且有非常帥氣的突破動作 非常適合想要有成就感的新手 入坑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點個讚跟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做過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疑問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